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喜樂 很久沒有再回到這個初信 今天原本早上是要去新店的 結果因為早上起來的時候身體不舒服 一直腹泻,所以就只好來這邊 來到這邊發現訊息是說話 原來主要我來這邊認罪 說話操練上面不夠 所以讓我又回到這邊來 那我覺得就是說我們這個言語 這尼弟兄他不是教我們說這個言語 說告訴我們主內的人要教我們怎麼說話 而是說要像剛剛鄭偉弟兄講 我們要認識這個源頭,要處理這個源頭 也就是說我們看到這個市面上 有很多教我們說話的書 說話的藝術,如何說話 但是我們發現說他都有兩點非常重要 第一個就是說你學會這些說話 第一個叫討人的歡心 第二個你可以獲得利益 你跟上司說這樣的話 你可以獲得相同的利益 你跟客戶說這樣的話 你可以獲得利益 這樣就活在一個天然的光景裡面 但是我們說話是要討主歡心的 那說話是非常的困難 我自己也是覺得說自己非常的虧欠 非常的不夠能夠為主說話 因為我自己也常常說閒話 我最近在網路上我自己統計一下 我一天講了一萬多字的閒話 然後我想說寫論文也沒那麼快 一天一萬個字 一萬個字如果我們有時候要想好久才想得出來 結果你一天講了閒話 你統計一下這樣有一萬個字 我就嚇了一跳 原來我在外面講那麼多的閒話 我就說我們知道說要講健康的話語 要有一個健康的教訓 但是我們常常不知道說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覺得好像是規條就是說 對人講話要這樣約束或是怎麼樣 或是說我們要謹慎的說 但有時候那個話語它常常是脫口而出的 你完全沒有經過思考 有時候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所以我這邊有個例子 我自己很 我覺得這個以前的一個新聞 就是說我們最近看最近的新聞對不對 我們看到所有的官員 常常不是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他們常常會辯解一堆東西 我們在這個最近的新聞都看到很多 但是我們我就想到一個例子 一個對比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恢復的弟兄 他是本身是一個海關人員 這個好幾年前的新聞 然後有一次他去查棄一個菸品 結果就查到一個立委 結果那個立委就非常不高興 就公報私仇罷 帶到那個立法院去質詢他 罵他惡言相想 哇那個逼迫是非常的可怕 那那個時候如果是照我的感覺的話 我當然會辯解 辯解或是反駁或是什麼樣 可是那個弟兄他做了一個很好的見證 他就只講一句話說 願主祝福你 對你看 那個就是說 他本身是一個被主充滿的人 所以他才有可能說出這樣的話 所以我剛好在那個新店 最後要講到就是說 我剛好在新店造會 我們這一週就分享到這哥羅西書 我覺得說我們真的是 在書裡面有這樣的一個操練的時候 我們講出來的話就可以 都可以是好話 都可以是建造人的話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剛好交通到這哥羅西書的第三章 這個第十六 而第十五節這邊有講到說 基督的平安在我們心裡面做仲裁 那李弟兄講到這邊的時候 他就說他在造會生活裡面 他也不是說都是看人家順眼 他就說有幾次他看幾個弟兄姊妹 非常的感覺就很不高興 或是說有一些言語他聽得不快樂 可是這個時候他都有一個秘訣 就是回到主裡面 然後去呼求主名去禱告 去唱詩去讚美 這個時候呢基督的平安就在他心裡面做仲裁 他就覺得很喜樂 原本看了討厭的人 他就覺得很高興 然後原本聽了不樂耳的話也變得樂耳 所以說我們要讓基督的平安在我們心裡面做仲裁 而且我們還要經過這樣的過程 就是說我們要用各樣的智慧 讓基督的話 豐豐富富的住在我們裡面 我們不是要讓樂士的話住在我們裡面 我們是要讓基督的話 豐豐富富的住在我們裡面 我們要用詩章 要用詩詞來批詞讚美 最後我們才會有這個 最後就會帶入這個十七節 他這邊講到這個結果 就是說我們所做的 不管是什麼或說話或行事 都是在主耶穌的名裡 藉著他感謝父神 所以我們真的是要能夠做一個被神充滿的人 才能夠有這樣的話語的操練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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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